這個內角球 許正恩這一棒打到了左半邊 來看一下左愛手有沒有機會 最後是結殺出局 不過回傳球來得及嗎 這一次 Safe 安全 安全 主持人說安全回蕾 比賽結束了 但就要看要不要挑戰 以中信的立場來看的話 絕對是要執行挑戰的 不過這時候獅隊已經是到場上慶祝了 所以場上第一時列的判決是 是再見高飛犧牲打 讓獅隊取得了四連勝 但林溫柱教練這時候要來詢問一下 因為中信只用了一次的挑戰而已喔 左衛方向的飛球 當然遭到接殺是不成問題喔 所以關鍵就在於說這個回傳球 有沒有辦法抓到林靜凱 中信兄弟 要啟動這場比賽 第二次的電視輔助判決 高羽傑確實比較好接到巧喔 但是林靜凱的華蕾有沒有先碰到本壘板 如果說挑戰成功的話 就等於這樣比賽雙方是握手言和 但挑戰失敗是由師隊拿下勝利 好像沒有摸到本壘板耶 剛剛這個角度的鏡頭來看的話 林靜凱是滑過頭一些些喔 對 因為他最後要閃過他那個觸殺喔 從剛剛這個角度來看 那感覺第一次好像沒有摸到本壘板耶 所以再從三壘放到這個鏡頭 我們再看一次喔 確實感覺還是沒有摸到本壘板耶 滑過頭沒有碰觸到的話 因為後來林靜凱似乎也沒有再回來 觸本壘這樣子的動作喔 那以高宇傑這次的站位來看的話 也沒有構成所謂本壘主導演員 應該也沒有 許哲人有沒有辦法當英雄 當然這一次的判決至關重要 有喔 其實高宇傑是有觸殺到他的喔 現在就要看手到底有沒有摸到壘包了 還有沒有更多的鏡頭能夠提供技術委員 以及預備裁判做出最後的判決 但我覺得從 人家看不會從另外的角度 我覺得從這個角度看的比較清楚喔 他的右手到底有沒有沾到本壘板啊 這個五角形喔 對 看起來好像沒有摸到喔 我的看法從這個角度 我覺得這個角度看起來是沒有摸到本壘板 但這一定要看得很仔細 因為這還蠻關鍵的 後來可能有沾到 但是高宇傑的手套應該先碰到林靜凱了 對 他碰到的時候搞不好 那時候高宇傑的手套已經跟過去了 這時候其實都沒有摸到 這邊也還沒有喔 一直到高宇傑的手套碰到林靜凱的時候 感覺上他的右手手臂應該都沒有沾到本壘板 所以傷害有可能會出現改判的結果 因為我覺得這個點是沒有摸到本壘板的 然後接下來手套就過來了 主持人 吳傑傑先生第一時間是給了安全鬼蕾的判決喔 不過忠心兄弟這邊當然是立刻就提出挑戰 因為若是有摸到本壘板 那當然就是個正確的判決 但從剛剛的角度我們好像從好幾個角度 好像林靜凱回來沒有摸到本壘板 或者說再去碰到本壘板的時機 可能已經先被高宇傑的手套也碰到了 這個判決攸關一場比賽的勝負喔 現在 一雷審 尤傑先生拿下耳機結果是宣告出局 改判 忠心兄弟挑戰成功 林靜凱滑回本壘這班不算 所以比賽最後是5比5 兩隊要握手言和 林靜凱教練相當無法接受 最後是遭到驅逐出場了 現在兩隊有進一步擦槍走火的情形 不過看起來是施瑞這邊對於這個改判的結果 是不能接受的 對 但如果說在 從波補助犯人士這邊傳出來這樣的結果 代表其實應該有找到 注意推翻原本判決的畫面 但我們從幾個角度來看 好像第一時間就 你會覺得說林靜凱 他的摸裡包的手並不是很明顯 那當然這樣的改判 教練會有這樣的想法 那當然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委員本壹長可以拿下來比賽 最後其實就有一點以平手松懲 所以當然以改判的結果 這樣比賽在打滿12局之後 中信跟統一 5比5是握手嚴苛 不過就在改判的判決出來之後 林靜凱教練大動作的抗議 也讓他是遭到驅逐出場的判決 所以這可能會影響到接下來 林靜凱教練 林靜凱的狀況 當然 轉目鏡這邊要請觀眾朋友 很快的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進打臉 進打� pra 等事情 在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